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外傳他相當愛賭 不只守澳門賭場 還賭到了英國去 而過去他一輸錢就會簽下借據 曾經引來林秉文不滿 而現在這些借據也曝了光 澳門的正式借款憑證中 沈慶晶後方舊瓜湖林秉文 2016年被爆出積欠賭債60億 其中的20億就是向林秉文借的 當時他還不出錢 還被跨海追債 差點聊豪宅淘租影員也不保 真正賭聽的老闆是洗米華 但是因為最近洗米華 也是因為被澳門政府這邊攀刑了 所以可能小省目前的債務糾紛的話 就沒有那麼大 可能洗米華這邊也沒有辦法 跟小省來求償這個60億的這個部分 60億背後債主就是澳門賭場大亨 泰陽城主席洗米華 但沈慶晶當年可以欠這麼多 全因為他有個賞當當名號 曾是台股四大天王 因為當初他那個股市的話是 股市的四大天王 賭場部分啊 或者是在證券市場上的賭信是非常強的 英國有幾個弄豪華的賭場都有去過 有專門的就是負責英國賭場 或者是這個美國賭場的代理商 這邊都邀他 那他都算是VIP 賭很大是不是 賭很大 知情人士指出 沈慶晶賭性堅強 如今減簾懷疑 金華城案的賄賂金流 就藏在這些籌碼下 逐一比對並勾勒出行賄網絡 要沈慶晶交代清楚 東三新聞黃建華 黃虎詩琴台北報導